然后一直到前几天又开始有一些变动了 我们的内政部和旅游部会去重新考量 然后再去调整这个计划的 但是我还是先稍微去说一下 就是稍微我这边 文化环境就并不会 其他的签证 对啊就好像 就比如像去年就是 有几样啊 第一个就是说他的那个资金方面 好啦我已经申请到了 哎我要过来这里 那你建议我留下多少天在这边呢 那我来了这里你们会怎么安排我呢 好的 通常 不过在我们这边出销也还好啦 那一百万你还可以拿回去 哟我知道在泰国是不能 你知道不失败的 那十万你就不能够了 这笔钱你就可以带走 嗯 这是人性化的 就是提到买屋子这件事啊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香港人 然后他在这边已经买楼了 买了屋子了 那如果他申请了这个第二家园 那第二家园本来就有说嘛 你一年后拿出50万来这买楼的 这些啊 投资这些 那他这个已经先买楼了 那怎么办呢 如果是根据目前最新的政策 就是说你必须要办完这个第二家园 贴签以后买的楼才算数 你才能够 当然这个是跟我们以前的政策 是稍微有一个更改的 当然这个我们也是希望在这次的 检讨的时候也把这个事情重新检讨 嗯 希望希望我们静待家园了 嗯 嗯 刘哥 你在这个领域那么久了 那 申请这个MM2H有被退回的案例吗 那当然是会有 但是比率是非常非常的低 因为基本上我们都是先审核了一轮 然后都知道说这个案子是不会被拒绝了 我们才帮客户乘上去 哦 就是小心的是 先经过你们这边去看 哎 你这个好像不太行哦 那 就会给他意见 然后让他满足了这意见之后 然后呢就是才会乘上我们的内政部移民局 是的 才会交到那个第二家营中心那边去 去Plantham去设计 那基本上是经过你们手再上去的 其实失败也没有多少了 对 通常有没有为什么会失败呢 哦 我就分享一下我的失败的 因为那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国家 是非洲的国家 我对他的文件也比较陌生 哦 所以后来被拒绝以后 移民局那边告诉我说 他们就怀疑他们那个银行的那个文件 可能是一个不存在的银行 但是我也因为不熟悉非洲 所以我就面对了一个失败的一个经验 哦 就那一点点的东西 就是基本上就是 我们都可以过的 你只要乖乖的 没问题 你的失败案例就是你不熟悉的国家 就是非洲 那刘哥你一番上的你的专业的市场 是在于哪一个国家 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个数据 就是中国是我们这边最多的申请过来的 然后也有香港 香港也是每年在增加了 然后日本韩国 那其他的还有 有啊 比如说印尼 印尼 新加坡 新加坡 对 这些还有印度 门家啦 斯里兰卡 这些南亚的国家呢 也是很多点是我的客户 哦 那你的市场也是蛮大的 经验真的是很豐富 哎我突然间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新加坡人要 要过来我们马来西亚咧 通常都是我们这马来西亚人 然后好想去新加坡的嘛 对 一些新加坡人 他们有的也是退休年龄了 他们就觉得说 住在马来西亚会比较舒适 比较方便 不要再这么紧张了 因为他们已经退休了 就要把那个节奏放慢下来 他们也在马来西亚自产 所以他们也要常住在这里 所以就办了这个第二家园 是是是 毕竟他们跟马来西亚人的文化 啊 饮食文化 接近 因为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啊 讲话的这些语言都很很接近 所以变成讲新加坡人要考虑的话 当然 喜欢 亚洲的话 就会显得马来西亚 如果喜欢比较欧美的话 就是 那个澳洲跟牛西兰 对 真的 马来西亚只要你能够忍受到它的节奏慢 哈哈哈 其实还不错 马来西亚的节奏还是挺快的 除了在吉隆坡是挺快的 可能在一些小城市 可能会慢一些 哈哈哈 也不是啊 我去买东西吃啊 啊啊好久啊 你就付个钱也好久啊 哈哈哈 就是 但是 我觉得这个是 我喜欢的节奏啊 嗯 是 怎么了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啊 比如之前他是马来西亚人 不过他最后他入籍美国啊 澳洲籍啊 是新加坡籍 最后呢 他因为想要回留马来西亚 他已经之前已经把马来西亚的身份 因为有一些把身份已经是 啊 断切了 所以现在他想回来 他可以用这个申请第二家人的这个身份进来吗 可以的 如果如果是一个以前是马来西亚的公民 但是他已经放弃了入籍其他国家 那现在他是想要回来马来西亚 甚至是要落叶归根 那可以的 这个你以第二家人的身份 回来这里 可能会用功哦 哈哈哈 本来是 那会难吗 因为他之前已经放弃了 不难啊 就是他也是要 符合 这个第二家人的条件 哦 好的 啊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是说 我们在等着这个政策的调整 嗯 那我们在等着这个政策调整的期间 也有一些朋友 他们是差不多到齐了 嗯 怎么办 等我去续签的话 我是要符合 现在这个政策呢 哦 现在关于那些 因为之前批道都是十年了 如果是在最近快要达到十年 而要再进行续签的呢 他们的受影响的只有两点而已 啊 第一个呢就是现在政府已经 不再发出十年的批准性 已经缩缓成五年 嗯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说 以前的那个准证费是一年九十元 是 九十元 现在呢已经提高到五百令吉 五百麻痹 五百令吉 对 就这两个方面是 有改变而已 其他方面是没有的 没有变 他们也不需要再把那个银行存款 再增加到一百万 增加到一百万 也不需要有那个九十天的 纪录限制 反正已经动留了十年了 哦 哦 那是四万 四万大会收入呢 也没有啊 也不需要 就是说按照为之前的政策 你就 好 幸运了不要幸运了 对吧 只是说 OK我必须要有 呃 就只有五年了没有十年了 嗯 另外的就是 我们的那个手续费起价了 从九十块到五百块一个人了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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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适合做第二家园 嗯 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 多元民族 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 四大文明都在这里 有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 伊斯兰文明 伊斯兰文明 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 还有印度文明 印度文明 所以我觉得 每次我借鉴这个 刚来到马来西亚的 这个 中国的朋友 嗯 他们来到这边的时候 他们都会 感到 很新奇 特别是会看到 诶 不同民族 都会在这里 嗯 不同的建筑风格 嗯 还有不同的 饮食 嗯 他们都会很好奇的 都会问我很多问题 嗯 就比如说 诶这个 马来人啊 他们都要开在街是怎样啊 嗯 他们风宅的时候 不管如何啦 嗯 等等啊 这些 就变成我也必须要做很多功课 对对对 来解答他们的一些问题 对对 所以觉得很好的 是 嗯 就是 马来西亚是蛮有趣的一个地方 你每天 就是包括我自己 我都在这边生活了 土生土长啦 可是 诶 每天都好像有新奇的东西的哦 哇 我们那天去杰蒂村那边 杰蒂村那边 哦 原来有这样的一个文化 那样的 哦 原来我们的印度人带恩怀 是什么意思 就是 天天都要去 有趣的事情发生 我们都要去了解 要给他们一个答案 是 因为有时候一些事情 反而被我们平时没有去留意 但是 一个外国人一进来 他们对他们想说 诶 这个是他们很想知道的 是 他们很想了解这个答案 对 所以 也 让我增加了很多的 正宗建文 乐趣 哈哈哈 就是说 我们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呢 呃 你就是可以 起码有一款文化适合你 哈哈哈 就这么讲 就是 呃 我以前比较少出博嘛 那我就觉得像我们这种 树木啊 哎呦到处都有啦 乱七八糟这样子 就是 那我去到了其他国家 一回来就觉得 太宝贵了 嗯 我们这种天然之眼呢 这种生态啊 不要去显它 我就觉得 马来西亚是 太宝贵了 这些东西 其实之前有很多 就是尤其是从国内来的朋友 他会觉得 哎呀 我们马来西亚没有像他们这么 发展的这么 这么发达 其实马来西亚在二十年前 已经很发达了 然后现在我们是更 享受这种 啊 归于 自然的这种环境 其实我们二十年前 马来西亚已经很发达了的 就是 就是 我昨天就是 我昨天就是拿到了一个 新加坡的那个 身份证 嗯 然后我的学生就说 你看 他们的身份证 没有我们的一个特点 就是晶片 啊 那个晶片 我们很早就已经有了 然后 然后 到二十多年三十年前 已经有了 这个晶片 然后晶片是里面的资料呢 就有我们自己本身的 呃 医疗的医疗史啊 这些所有的 全部都有了 全部都存钱 这样的 都可以存钱的 都会用钱的 然后 然后很多讲 哎马来西亚的交通很糟糕 其实我告诉你 马来西亚汽油便宜 所以 一辆车 你要去哪里都去哪里 我们不用晒太阳的 也不用走路去那个地铁站 大巴士 辛苦 塞车啊 我们 我们一个屋子 几辆车都可以 然后你叫他车出去 不用晒太阳 乘客又多 怕什么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你叫我搭地铁 我觉得 哎呦 那种只有那种苦命人才做的 对 可能走去地铁站 我朋友日本的朋友讲 我们每天都要走 我15分钟去地铁站大车的这样子 哇 对我来讲 我对面的屋子都要驾车过去 你还叫我走路 所以基本上来讲 不一样的 所以在马来西亚有一辆车 都已经很方便了 不需要 而且停在的那个 shopping mall 或者是你要去公公司做工 都有很足够的这个 停车位 所以对我们来讲 公共交通 其实 当然如果他能够 直接接到我的家门前 那没问题 如果没办法的话 我还是情愿坐车 可是到时你也先吵 我相信接下去的这个隔音系统 应该会很好吧 总有正常一样 食物 我们讲到食物 很多人刚开始来 因为他不能够接受改 所以我觉得你要懂得 如果你打算踏出国外 你要去尝试不同的食物 当然如果是你不喜欢太咸 你可以跟他讲 放少一点盐 如果你不喜欢太甜 可以跟他跟人沟通 他可以放少的 因为这种东西是要沟通的 马来西亚你只要懂得中文 放心了 只要你去的是华人蛋 多多少少都会跟你讲中文的 那也还好啊 你也可以尝试我们用手做饭 吃印度饭啊 吃马来饭啊 我觉得来到马来西亚 你的心态开放的话 这就是一个有趣的国家 对对 而且很容易 马来西亚什么菜都有 你要日本 韩国 越南 泰国 老挝 印度 孟加拉 巴基斯坦 西餐 你要菲律宾的也有 你要这个 加拿大的 加拿大什么餐 就是美国餐西餐 西餐 葡萄牙餐 那你说 我不要去管子吃了 我不要去餐厅吃了 你要在家里煮 那你也可以很容易 买到原材料 你要做印度菜 你就去印度店买 然后你要去中国煮 料理 买奥拉 你去中国餐厅 中国超市 都有 大宝 所以 就是你真的是要 借拿和开放的去 有点冒险精神 最重要嘴巴要开口问人 对 问 很重要 真的 你懂得问 什么人都可以打你 我觉得国内来马来西亚的朋友 他们都有那个冒险精神 他们往往都是要我 带他们去试一下这个印度餐 或者试一下这个马来餐 他们有的也是想要用手来做饭 体验一下 用手做饭的那个乐趣 像这类的朋友呢 这种心态的话 你就会在马来西亚快活的生活 就算你本身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你在马来西亚你开口 马来西亚人很乐意的 对 因为不只是华人 我们的马来同胞 我们的印度同胞 只要你问 他们都会很热情的 甚至可能就把你留在家里吃饭 我认识过 对 对 好 我们就是从一时住行去分享 那 我们 你看过那么多的案例 你做过那么多的案例 你知道 你分享一下 什么人应该住在我们的哪一个地区 这样子 嗯 OK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 居住的环境呢 也是各有各一的 就有公寓啦 公寓式的 所谓的那个 地屋 排屋 有别墅 别墅 所以就 应认了 有些人他们就 可能在国内住的都是公寓 他们就觉得 因为我在这里我想要 有自己的 家门口 就有自己的一个小院子 我可以种花、种树 然后他们就会 考虑在这里 就 住在这个 排屋啦 还是这个 别墅 因为他们就 有更多的空间 让他们再进行其他的 种花、种树的活动 嗯 所以就是说 嗯 好 因为现在看到 发现了就是 很多中国人 喜欢住到槟城去 嗯 嗯 那 这 有什么 特别吗 怎么说呢 就是 嗯 好 这么说吧 受教育的 要来学 上课的 上学校的 基本上 会建议去 吉隆坡 退休的 就到槟城 嗯 其实不能够这样子 说啦 因为毕竟他们 对马来西亚的认识不多 因为毕竟来讲 对国外啦 尤其我们讲 在 我讲 不只是在中国内地 或者是台湾 香港 他们对马来西亚的认知 也最多只是 吉隆坡 槟城 马六甲 啊 如果是 多一点的话 就是新三 宜宝 甚至是东马的 这个沙巴的 KK 或者先本纳 其他的 很多都不了解 所以说在马来西亚的话呢 是如果你本身是要为了一些国际教育的话 那我相信吉隆坡 槟城 可以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马六甲 跟新三 他们也有一些这个国际学校 可能不像在吉隆坡这么多选择 如果你打算是养老的话 马来西亚全国各地都是 你可以养老的 我告诉你 真的全国各地都可以给你养老 你只要选中一个你最喜欢的 包括东海岸 沙巴 那就是 很多小镇都很适合他们吉祖 因为小镇都是华人比较多 但是东海岸这些地方就是比较偏马来人多 所以就是 如果你懂得英文一点点 然后你又敢去学习的话呢 东海岸其实很适合 有冒险精神的话 那边其实是蛮不错的 是 所以 新鲜的海产 所以如果是讲 你 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 决定他们居住的地点 就是那个 国际机场的问题 啊 机场的问题 所以刚才你有提到并城 因为并城刚好就有一个国际机场 如果是南方广州 并城是有自飞的 所以就会吸引比较多 南方的国内的人 选择在并城居住 那吉隆坡就比较多了 就是 就 国内的全国各地都 都有去 然后这个 新鲜也是 新鲜也是一个 国际机场 中国人 选择居住的地方 对 其实新鲜最近是蛮多人的 为什么呢 它第二个 它是非常靠近新加坡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 其实这个点来讲 就等于早期的香港跟深圳 我是要申请 Visa还是要 还是要的 比较你拿到马来西亚的第二家园 你去新加坡是方便的 对 这个也是就是 MN2H的第二家园的好处了 对 如果你有第二家园的成分 你要申请其他 比如说新加坡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签证 你只需要再 马来西亚办理就好了 嗯 不用再回到国家 嗯 是的 然后 这个还有就是说 我们第二家园有些什么好处 除了这个 进驻其他国家的签证 我们不需要 回到 之前的国家 去申请 那还有在经商方面呢 经商方面呢 就是因为第二家园 并不是一个 是属于一个 退休养老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 如果是经商方面呢 当然第二家园 就是也可以 因为 让你 接触到这个国家 让你接触到这里的 三公届朋友 然后当然也是可以 进行一些 经商办公 嗯 但是并不是在哪里 经商 嗯 然后在医疗方面的话呢 就是 呃 我们这边 就刚有聊到说 我们的医疗 医疗水准还不错的 嗯 那也可以去政府医院 但是以外国人的身份 来收费 嗯 嗯 但是怎么样 都是比较便宜 对 还有呢 就是教育方面 就是我们这边 有200间以上的 国际协校 再加上 如果读中学的话 就有60间的 呃 独立中学 所以在教育方面呢 这方面也是很 呃 很优越的啦 是的 嗯 这就是 我们要把 马来西亚 就是外国朋友 外国朋友 呃 申请这个 第二家园的 好处啦 是的 还有就是刚才有提到 那个 马来西亚就是 四季如初的 啊 天气 四季如初 我这一年 一天四季啊 哈哈哈 就 一下雨 就是我们就 就是这个雨季 跟这个 啊 汉季 所以 一些长期住在 马来西亚的 中国朋友呢 他们有的也 不大想要在冬天 回去买 回去过 啊 太麻烦了 我还要带很多 这个 就是外套 雨红服啦 之类的 嗯 所以在马来西亚的天气 啊 也是因为什么 现在也是 很热啊 这几天啊 这这几个月 都很热 但是基本上的话 你就是 戴外套嘛 有时候是戴外套 要不然都戴100亿下 戴外套是因为什么 你进入一些室内啊 我们的 空调啊 冷气都开的 比较 猛一点 就比较冷 啊 就这样而已 就是在天气 然后你随时都可以说 嗯 去海滩啊 去沙滩啊 是啊 还是我们的一些 可以避暑的高原啊 啊 但你太热的时候 你就可以到 呃 云顶去啊 金马轮去啊 魏的港 哈哈 嗯 我们现在是 谈了 就差不多啦 就差得谈很多了 就 谢谢啊 刘哥的时间啊 嗯 刘哥有什么 要补充一下 哦 我就说 在 趁这个 时候呢 大家可以再 多一点了解 马来西亚 然后 如果是 可以的话 先飞过来马来西亚 看看 然后 在我们的新 再重新调整后的 这个 条件 推出来以后呢 你再考虑 办理这个 第二家园 如果你不满意 马来西亚的话 你可以到 其他国家去走一趟 看一下 马来西亚 还会不会是 你的选择 因为我们有观众朋友 是这样子 他讲 刚刚来到了什么 马来西亚的什么 他就觉得 哇 这边什么那边什么 就不屑一步 然后他就走了 他就走了 就到世界各地去 去环游一下 回来 马上申请 我们的第二家园 好的 那我们 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还有些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 直接联系 我们的刘哥 他们的这个 顾问公司 或者就是 在我们的底下留言 我们在 帮你更近这些 谢谢 谢谢刘哥 谢谢刘哥 谢谢梅姐 谢谢 最后不要忘了 在我们的平台 频道 点阅 点赞 留言 分享 最后 启动小铃铛 拜拜